到底神对世人崇高的托付是怎么样成全的呢?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还是继续回到诗篇第八篇 一起来思考一下 上一集我们提到从尊与卑的对比 看见神将卑微的人高抬 怎么高抬呢? 高抬就是要世人得到神的眷顾 而且管理神所造的一切 其实神这个要人管理他所造之物的托付 也出现在创世纪第一章和创世纪第九章 第一章是神刚造了人之后就把这个托付赋予人了 但是因为罪的关系 其实人没办法富起这个托付 到了第九章 那就是罗亚洪水之后 神再一次把这个托付交给罗亚 也代表着他的世世代代的子孙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托付其实也没有真正的执行 到了诗篇第八篇就再一次提到神这个永恒的托付 今天我们来看自己也就很清楚了 我们哪里管得了牛羊走兽呢 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呢 我们其实没有完全的控制能力的 那神的话语落空了吗 这个问题呢 其实在整个旧约历史之中是一直存在的 这个宜兰一直到了新约圣经 才给我们一个最完美的解决 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了诗篇第八篇 来说明了一点非常重要的 神怎么样高抬人 使人得荣耀 这个重要真理 希伯来书第二章从第六节开始 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 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为小一点 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 叫万物都扶在他的脚下 既叫万物都扶他 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扶他的 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扶他 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 因为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 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位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 为万物所本的 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使救他们的元帅 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本是合宜的 因那死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 都是出于一 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此 西伯来书第二章第六节 一开始就引用了诗篇第八篇 提到神其实是给人家荣耀 叫世人管理他所造的万物的 不过西伯来书的作者也说 只是到现在我们还没看见这件事情发生 也就是说神本来要将人高抬 使人得荣耀 这个托付其实在现实面没有发生的 那怎么办呢 那么西伯来书的作者就给我们一个新的观点 去了解诗篇第八篇 这里提到神给人荣耀成全人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下面他就继续提到 原来在人间看不到世人应该有荣耀地位的 只不过只有一位 那就是暂时成为人的耶稣 也就是从耶稣的人性来看 耶稣的确从人的角度 他成全了神给世人的托付了 因为耶稣为人藏了死位之后 也就是为人舍命之后 神将他升为至高得了荣耀 那么诗篇讲到 世人要得荣耀的这个应许和托付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成全了 这个成全是因为他为人舍命而得来的 因着他的成全 这位拯救人的耶稣 就带领更多人进入神的荣耀里面 因着耶稣得荣耀 也因着他带许多人进入神的荣耀里面 诗篇第八篇最终是会成全的 而这个成全是耶稣基督成为关键性的一点了 用这个角度来读诗篇第八篇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以基督论的角度解释诗篇第八篇 而诗篇第八篇在这个新的观点之中 我们就有信心看见神对人的高台和托付一定会成全的 求主帮助我们 当我们用这个新的观点再次阅读诗篇第八篇的时候 我们对这位伟大的主 庄严的主 这位创造的主 我们就更有信心跟随他 愿神祝福你 今天跟随这位使众人得荣耀的耶稣基督 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